廢除奧巴馬醫保法案,利弊何在? 上星期五,特朗普剛剛登上總統的舞台 第一日就立刻下行政令要求聯邦機構凍結奧巴馬醫保法案 2010年前總統奧巴馬簽署可負擔醫療法案 或之前沒有保險庇護的兩千多萬名民眾提供醫療保障 而美國沒有健康保險人口比率由2010年的16%降到2016年的8.9% 但是共和黨一直對這條被稱為奧巴馬保健的法案非常不滿 他們覺得不應該強迫購買醫保 而由政府補貼能力不足人士買保險成本過高 是類似社會主義式的保健 博會預算辦公室最近的報告顯示 這項法案未來十幾年的開支會增加至近一萬兩千億 奧巴馬保健有規定 多於50人的公司僱主必須為每名每週工作超過30小時的員工購買保健計劃 如果僱主不遵守就會被罰款 在醫保之前 僱主可自由選擇為員工支付醫療保險 金額根據能力而定 而美國國家小企業協會調查發現 目前已有一成的企業因此裁員 三分之一的小公司表示 因為這個醫保法案嚴想擴大規模 而兩成的公司減少了員工的工作時間 但是一旦奧巴馬醫保法案被完全廢除 受惠於法案私有醫療保險被人士 而根據有線新聞網絡CNN的估計 5700萬獎者及殘障人士 亦可能要交更高的保險費 電體費及分擔成本 而為人說病的所謂甜圈之動的醫療保險 物保貼斷層情況亦會重新出現 至於受擔保者現在可以享受的一些強制護理措施 如癌症及糖尿病預防檢查這些好處 亦會一起被刪除 奧巴馬醫療法案亦減慢 對醫院及其他醫療供應者的付款比率增長 減少Medicare Advantage計劃的付款 並改善醫保成員的福利 但是如果法案完全剔除之後 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 醫療保險計劃這方面的支出 在10年間會增加至8,020億元 奧巴馬醫療法案亦指令 保險機構不可禁止有前科病歷者投保 或要求他們付額外的保費 而較年長僱員的保費 亦不可超過年輕僱員的三倍 至於未滿26歲的待業青年 可以繼續留在父母的保健計劃中受益 眾生最高醫療賠償額取消 電體費亦設有上限 在法案如果全面廢除之後 這些投保者的好處亦會消失 但特朗普表示會保留照顧子女保險 這個方針 奧巴馬醫保又擴大醫療輔助的受益者 自從2013年以來 新增的受益人數約為1,700萬人 如果法案消失 他們的福利亦會受到影響 有能力負擔醫療保險 但是沒有投保的人士 按照奧巴馬醫療法案 需要罰款695元或者薪金的2.5% 以較高額計算 法案撤銷之後 這些罰款亦不會再存在 天下維持記者報導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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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